当然,张其为不仅是坚负着恒大中产指挥官的决策,未来他今生国族主力阵容,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在政治逐渐淡出国随后,不惜,哈顺宇和池中国等中产好手,也已经年过三十。 所以主题之后的新国族,需要新兴训业的注入。 而张其为这批名新国角,将会交扩国族完成新老交批的速度。 或许在卡帅的招陪下,张其为会给钱人带来惊喜,即将他仗带中国盟。 卡曼瓦罗当任临时主帅,已经是百姓钉钉,未来他也有可能兼任国族主帅一职。 当然,政治日冠和联赛谈出球场后,他再次进入国族西洋很老忙。 所以对于卡帅重点招陪的球员,张其为日选国奖,将是正当所功。 由他来兼替政治务职,再有高重点,最为新主席成长。 相信他很快就可以当局这份重任。 1996年出生的张兴营,今年还未满20分珠次。 他也是政治之后,国内年轻球员中最有天赋的真产球员。 张兴营继世全面,暴局关强,能突胜射,有着很强的进攻能力。 正与年轻时,政治踢球风格非常兴富。 相信通过在恒大这样的高平台积累积累,张兴营完全可以激发出自己全部的权力。 所以他一直是国内少有的几率政治接班人之一。 此外,如果张兴营可以在国族地上主力, 这是让很多广州和天津球员都非常兴议的事情。 同时,球员也需要带张兴营,可以上远王者归来的好戏。 一次走向没有击垮他,反而让他更加得张兴营球的机会。 所以在恒大前外场比赛表现很出彩的情况下, 卡涉很有可能借中国杯的机会,敲通张兴营的主力位置。 我们也需要带着他精彩的表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